嘖 你到底在氣什麼啦 你怎麼會不知道我要氣什麼呢 你昨天晚上還可以睡得那麼好 你真的都不知道喔 不知道啊 你今天又不講 你 你做人怎麼那麼失敗啊 你都沒有在體察你女朋友的心情嗎 蛤 不是你根本就沒有講 我是你肚子裡面的回程嗎 我昨天是不是就告訴過你 我晚上就跟你說我很生氣 我是不是就哭了 然後你是不是就自己 跑去打遊戲看電視 然後你也不理我啊 你就覺得我自己是不是怎樣 一下就會好 不是 那你要跟我講你到底怎麼了嗎 我昨天是不是買衣服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你講說 這東西好不好看 不是問了你好多遍 那你一直玩手機也不理我 然後呢到最後 我也不知道我要買哪一個 我就沒買了 然後你也不管我啊 那就是我不知道你 到底穿怎麼樣比較適合你啊 不是你根本就看都沒有看啊 我就想要你給我一些意見嘛 然後我們昨天晚上 說要吃晚餐的時候 問你做一包吃這個 你說都可以隨便 那我也不知道吃什麼 我真的都可以吃啊 最後我就只要選了一個 我不是很想吃 我覺得你想吃的啊 我都吃得不飽的時候 然後去買那個鹽酥雞 然後呢我就買不夠 我就跟你說我要多買一點 結果你來嫌棄我怕我 我就不是那個意思啊 反正我就是很生氣嘛 大家好 這禮拜天氣涼涼的 很像是秋天的秋意濃 不過老實說這個時候 並不是主要的傳統東北風的影響 是受到季風低壓帶 造成了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這個時候呢 不管如何都是東北風 所以北部跟東半部 多雲時應有短暫陣雨 那中南部比較大氣很穩定 要留意一下空氣品質 晚上呢 早晚一下穿著要留意一下 因為有時候不小心會感冒 要留意一下 大致上呢 這邊有幾坨的雲系 那原來的琵琶開風呢 可能很快就會減弱了 這邊呢也在發展當中 不過變數呢還滿多的 我們只能靜待觀察 現在來看的話 不一樣的結果就差別很大 因為在整個大低壓帶裡面呢 這個導引氣流呢 並沒有很明顯 所以未來這幾天呢 我們就持續保持關注啦 台灣這邊呢 就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持續迎風面有一些水氣發展 未來呢這幾個 到底會不會發展 我們就靜觀其片 可能一兩天呢 就各位留意一次就可以了 大家不要太緊張 當然這個時候本來就是颱風季 有時候颱風不來 遇上東北風 都很容易有一些共外效應的 我們就保持關注 大家不要太過緊張 這幾天呢大致上呢 都是北東迎風面 偶振雨 未來這幾天都是很像 中南部呢 有一些山區的午後熱對流 其他地方天氣都算是很穩定 至少不會那麼的熱了 要很熱可能要等到這一波過去 太平洋高壓重新登場 大致上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氣不錯 那禮拜二白天呢也不錯啦 當然北東迎風面偶振雨 至少白天不會那麼熱了 中南部呢特別是中部要留意一下空氣品質 所以最近的天氣呢有一點變化了 這個禮拜可能都很像 請大家留意這樣節奏的變化 可能下個禮拜還會稍微變暖一點點 請大家多留意了 喜歡我們的天氣拜託請大家分享按讚 您這樣一點點的支持就是我們最大的鼓勵 感恩大家 Skimi像剛剛那個情侶啊 這樣男生女生一直吵來吵去 這樣一直吵下去好像也不是辦法 然後也不會和好 兩個人還是寂寞在生氣 這種情況呢怎麼處理 其實我覺得就剛剛那個狀況來看的話 那個女生想到的是情緒價值 對她就想到男生跟她說 好男生對不起啦 對不起你抱欸 我到底這麼難過 就是我都沒有注意到你 所以以後不會了 然後就報告她啊 按摩頭啊什麼的 然後再跟她說其實我是想到的 女生其實是很需要被捧的嗎 對 所以我覺得男生也是要去看說 你女朋友或是女朋友 不管在現在這個狀況的話 到底是想要我是情緒價值 還是你幫她解決 還是你就是讓她人去靜一靜 情緒價值 要精準去分辨 所以我說覺得就是 不管怎麼樣都覺得說 女生就是討情緒價值 就是很歡的話 那可以考慮一下說 自己是不是不適合交流 談戀愛過程當中 會看到大大小事 不管是像剛剛那樣子一吵架 或是什麼其他更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們Skimi呢 他就出了一本書 那在哪些地方可以看 可以買到 金石糖國購來成品 請大家多支持 小姐 多少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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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